据法新社报道 哈马斯5号表示 以色列军队当天晚间 对加沙北部几家医院周边 进行了密集的轰炸 据报道 哈马斯新闻部门主管马鲁夫表示 5号晚间 加沙地带通信中断后不久 加沙北部几家医院周边 遭以军密集轰炸 其中对加沙地带最大医院 西法医院周边的轰炸尤为猛烈 此前以色列军方指责哈马斯 在加沙地带医院内 建立地下指挥中心 并将医院作为哈马斯武装人员 和指挥官的藏身之所 据美联社5号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 当天在记者会上公布新证据 称哈马斯利用医院开展行动 当天公布的录像显示 哈马斯迷宫般的地下隧道网络 与加沙地带 谢赫哈马德医院地下入口相连 对于以方说法 哈马斯当天予以否认 并表示愿意让国际观察员 来医院核实情况 另一方面 半岛电视台6号援引巴勒斯坦 卫生部长马伊凯拉的消息报道称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有175名医务人员 和34名民房人员丧生 马伊凯拉表示 加沙地带16家医院和51家诊所 因以色列的轰炸 或缺乏燃料和药品而无法运行 继续